哈囉各位T-Car試車頻道的朋友 大家午安 很開心在夏天的週末 然後帶大家來參觀showroom 我今天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KEA的北投展示點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為大家介紹 兩款我很喜歡的車 那是什麼車型呢? 就是我後面這一台Stinger 那Stinger呢 其實我之前曾經試駕過 而且我每次體驗過Stinger 我心裡都有一種好感度 因為可能有關注T-Car試車頻道的朋友也知道 我曾經試駕過許多的超跑 但是說真的我覺得開跑車最大的魅力 就是你心裡會有一種優越感 那再來就是它的性能 會比普通的車型要來的更出色 所以你在開的時候 你可以享受那種性能架控的樂趣 但是有時候你會覺得開性能太癇狂的跑車 你全身要緊繃 所以你會覺得開GT跑車反而有一種優雅 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但是雙門的GT跑車 你如果要承載朋友或家人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點點那麼不方便 於是市場推出了四門GT 其實Stinger它就是一款道地的四門GT跑車 那這樣的設計風格呢 其實也在其他大廠也出現過 譬如說像Pulsa的Panamera 還有像B&W的8系列Grain Coupe 還有甚至是AMG的GT Fordo 都是這樣的設計風格 那Stinger除了外型會讓我覺得很迷人以外 因為我覺得KIA它是一個被市場低估的品牌 你知道嗎它是韓國歷史最悠久的汽車品牌 它成立於1944年 那當然它一開始它的名字叫金城精密工業 但是呢它在1951年的時候呢 更名為奇亞工業 它跟許多大廠一樣 一開始它當然就是像坐腳踏車啊 像坐摩托車開始 但是呢它在60年代就是戰後的時候呢 它已經先做三輪的輕型貨卡 等於幫助韓國經濟崛起 那甚至在80年代呢 它也率先就是成立R&D的中心 並且很積極的跟國外大廠合作 所以包括2006年 KIA就是它先挖腳了Peter Snyder 所以在造型的設計上 它已經完全歐化 那在底盤還有機械工程呢 它甚至找來B&W的前M-Power主管 也就是Albert Beimer 來幫它協助 所以Stinger它某方面會給我一種 平價感的M-Power的感覺 除了你發現它的頭燈 還有它的Tiger Nose的這個氣壩 設計的會讓你覺得有一種侵略性 再結合它的保感 還有兩側的這個進氣孔 它的進氣孔是實際有功能的喔 它能在破風前進的時候呢 把煞車的餘熱完全帶開 那我們在展示間裡面的展出的車款呢 它是售價145.9的這個ES版本 Stinger ES版本 那待會呢我會帶大家來看一下 2.0升就是GT-Line 在外面他們剛好有一台試乘車 那差異再來就是除了外觀 你會發現就是GT-Line的部分呢 你會覺得它的氣壩 空力套件感覺 點綴的更動感以外 它配置的是19吋的胎圈 那我們現場的這一款車型呢 它的胎圈呢是18吋的胎圈 那19吋的胎圈 當然在配置上你在視覺的張力感 你會覺得更飽滿 尤其這一台車 因為它用了很多跑車的元素 譬如說你會發現它的線條算是低寬圓 而且它整個車長呢 已經逼近了4米9 然後再來就是光軸距都超過2米9 它等於就是藉由比較短的前後旋 來拉長它的軸距 就是在相對的貼地面積呢 可以獲得更好的貼地面積 為什麼呢 因為長軸距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它可以營造更平穩的穩定性 但是在操控的層面上呢 這輛車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藉由50比50的均衡配重 就是它一樣是採用前中置引擎的設定 好我們開一下引擎蓋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就是它的2.0升 我們現場的這一款車它是2.0升 四缸窩輪缸內直噴窩輪引擎 而且它配置的是雙窩流的窩輪增壓器 所以光是動力的數據已經很漂亮了喔 它可以炸到255匹的最大馬力扭力有36公斤米 以這樣一台車就是你可能花100多萬 你可能很難想像你可以買到一台GT跑車 但是這樣一台車0-100加速可以在6秒達成 它的性能表現算是很強 它的動力數據甚至比就是水貨車賣得很好的 賓士C300要來得更大 就是在加速性能或操控性能表現來講 它其實都不亞於德國車 所以算是很出色的一台GT跑車 而且你會發現它的空間 引擎式的空間還有一些空間 主要就是說它可以有很好的散熱 而且它還有6缸的版本就是正的GT版本 售價22225.9萬元的3.3 那這個性能表現更強 而且它用的是全時四驅的設定 那這一台車為什麼它迷人呢 因為我覺得在操控的表現上呢 它甚至能夠對應它的外型 因為很多車漂亮 可是它在操控的時候少了一點點犀利度 但是你知道嗎 Stinger它的名字就跟它的操控表現 就跟它的名字一樣 就像一個刺針 當你在追逐前車的時候 我覺得前車轉頭一看 它會覺得有一種油盲在背的感覺 就是能夠回應它的名字 那再來就是它的操控 因為50比50的配重 50比50的配重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第一個因為2.0的版本 它是後驅 純粹的後驅 那再來就是它的指向性 本來就已經比較好 那而且你只要把Sport Plus切 切到它的運動模式 Sport Plus的情況下 它的動態穩定系統會自動關閉 那自動關閉有什麼好處呢 你這時候可以享受 純粹的底盤駕馭樂趣 50比50就是譬如說 你在跑山路的時候 你大直線全油門加速 它的加速表現很快 但是你在煞車的時候 一般的車款 重心都集中在車頭 這時候你還要肩負轉向的功能的時候呢 它會造成你的前軸荷重太重 所以你在轉向的時候呢 會產生推頭 那50比50就是說 它的重心分布比較均勻 所以你的前軸一樣 可以很靈活的進行操控 那再加上剛才我提到的 你在Sport Plus的情況下 它的動態穩定系統解除 你能夠感受到它後軸 配置的LSD的作動 LSD有什麼功能呢 就是你在過彎的時候 它可以調整左右輪的滑差 所以增加它轉向時候的那個指向性 所以你坐在駕駛座 而且坐在駕駛座 你會覺得有一種犀利的操控特質 就是Stinger它能夠帶給你的那一種樂趣 而且這是很多價格更高的車款 它沒有辦法辦到的 那除了漂亮的造型以外 我覺得因為它是一台GT跑車 它在線條的修飾上呢 它會給我一種時尚還有動感 譬如說你在這個車尾的部分來看 我真的覺得它已經有一種很層次感 很鮮明的那一種腰線風格 這個過去都只有在純種跑車上 你才會出現到 那尤其車尾的那一種犀利度也很鮮明 譬如說它有一個四圓的尾管 還有一個分流器 再搭配它這一種有點像是營造 後尾翼的那一種尾燈的層次 所以會讓你覺得很利落 那當你把行李箱打開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台四門GT 它等於同時兼具的實用性 所以你尾箱打開 它有406公升的容量 那當你把後座椅背往前傾倒 它可以同時擴充到1114公升 就是在這個部分呢 會讓我覺得承載機能很強 那因為我們今天現場的這一台車是ES 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內裝 要成為一台GT跑車 你除了有低寬圓的設計風格以外 在內裝的精緻度 它也必須要能夠滿足就是駕馭者的需求 比如說我現在坐在駕駛座裡面 我把車門關上 我會覺得有一種很完整的環倉包覆感 除了它車門內飾板營造的這種線條 跟層次以外 我坐在駕駛座上 它還有抬頭顯示器喔 而且它兩個雙圓儀表的實體中間呢 它還有一個液晶顯示幕 那中控台上面的是8吋的顯示幕 它可以支援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這一台車呢 它在2020年是呢 它新增了ADAS 也就是半自動駕駛輔助 就是包括ACC主動定速測距 還有包括車道偏離輔助 這些通通都是它的標準配備 所以它在安全的防護上呢 它比過去要來的更講究 同時它還有7具SRS輔助氣囊 就是涵蓋西部 就是駕駛座西部氣囊 那這台車坐上去在介面的感覺上 你也會覺得很跑車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介面著作點會比較低 那著作位置比較低呢 相對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會讓人家覺得速度感更為鮮明 而且它在出風口的設計上 我也很喜歡 它的出風口圓形 中間的圓形出風口 過去我第一次看到圓形出風口 像這樣的設計的感覺 大概就是Ferrari的360 它那個感覺就像是渦輪葉片 渦輪葉片那種圓形出風口 那這輛車呢 它還有高聳的排檔座 因為它要讓駕駛者 有一種比較鮮明的戰鬥感 所以它排檔座做得比較高 再加上排檔是比較低的 所以你在駕駛的時候 你可以藉由方向盤後面的 這個換檔波片去做連動 而且它還有座椅冷暖通風的功能 但是我會比較推薦朋友直上GT-Line 為什麼呢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2.0GT-Line 剛好在門口 我們門口還有一台225萬.9的正統的GT 相當漂亮 這一台呢是370P的GT 它是採用全時四輪驅動 但是我要推大家選擇GT-Line的原因就是 GT-Line呢它雖然175.9萬 但是它比ES的配備我覺得好太多了 首先你會發現喔 我們先把它的車門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你會發現在空力的設計上呢 它就已經很不一樣 它的鑰匙其實也很漂亮 很有質感 而且內裝的座椅 它的跑車座椅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用的是NAPA的真皮包覆 所以實際的觸感跟包覆感 都會變得比較好 那方向盤呢 它也用的是跑車方向盤 你會發現它是下面是平板的 這個說真的在駕馭的時候你在 因為它藉由盤幅比較小 它盤幅只有360mm 就是你在左右連動的時候 尤其你在公克S型彎道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手感回饋的路 回饋的那個手感更好更快 好而且它還有一個全景式的天窗 大家會看一下它的這個玻璃天窗 我覺得天窗最大的好處就是在於 駕馭氣氛的營造 它的確會變得更好 那包括它的方向機 因為它算是2.0的旗艦版本 包括方向機的部分呢 它也是電條的功能 而且除了這些以外 它還有一個哈曼卡登的音響系統 這個哈曼卡登的音響系統呢 會聯繫到它的主動聲浪 而且它還有一個19吋的胎圈配置 所以整個你以價格 就是配備價格的價值來攤體的話 配備價值的價格來攤體的話 你會發現175.9萬元顯得更為超值 那3.3的旗艦車款呢 我當然它就是動感 而且它的性能表現更快 370匹的最大馬力 我說真的 以這台車的性能數據 它都可以對應到 像C43 AMG的這些車型 好我們接下來 再回到展間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這台車更超值呢 因為它還有一個電子懸吊 而且你在全油門驅側的時候 那個主動聲浪 它會喚起你體內的競速細胞 就是你開的感覺會更為過癮 等於你兼具實用 兼具帥氣 而且又可以體驗到 什麼叫純粹駕馭樂趣的車型 那對於很多朋友 就是你知道現在是畢業季節 那很多年輕人他畢業了 他也可能準備出社會 那甚至有的讀大學 可能會讀比較遠 那家人可能會想要選一台 不錯的車給他 可是一般人他都會有個觀念 他覺得年輕人嘛 年輕人開小車OK 但是很多老一輩的朋友 他會覺得小車代表的是不安全 代表的是陽春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薦一款小車 是我覺得它不會讓你有那種傳統科舊印象 而且它會顛覆你過去印象 甚至有一點點驚艷感覺的一台小型車型 它很適合作為人生的第一台車 它就是KIA的PICANTO 而且是GT-LINE的版本 我們現場展出的這一台是GT-LINE的版本 你會發現其實我覺得KIA 算是很有侵略性的一個品牌 而且它算是很用心 即使這是一台入門的小型車 但是它不會給你廉價的感覺 為什麼你從它的導光環 它的軸型燈 你就可以覺得 這個車看起來沒那麼廉價 甚至比價格多它好幾倍的那種精品小車 看起來也不遑多浪 而且包括它的氣壩 這個紅色的框框 還有霧燈 投射式的霧燈 甚至是Tiger Nose的這個水箱護照 我覺得它都算是用心 那當然因為我們今天展出的版本 它是GT-LINE 它還有這個輪圈呢 是用鋁圈設計的 那他們現在呢 針對 針對年輕族群呢 他們現在推出了一個 2.2萬低頭款 而且你每月只要月付7288元起 因為這個車型呢 它的入門款車型是49.9萬元起 而且它的車身很巧 它的車長你知道嗎 它只有3595mm 就是這麼小巧的一台車 你要把這麼多東西融合在裡面 那為什麼我說它不會讓人家覺得廉價 而且而且在安全性呢 也相當講究呢 首先你會發現它的外觀 剛才我已經大概帶到了 那也一直走到 因為GT-LINE它還有一個像側裙 這個我覺得年輕人會喜歡 因為大家都希望買到一台便宜的車 可是它不希望能夠買到廉價的車 但是Picanto的GT-LINE 它等於能夠滿足這樣的要求 而且它後面的這個尾燈 它還有一個LED的導光條 所以在看起來 即使夜間看起來都很動感 而且我最喜歡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台雖然是入門小車 它後保桿下面一樣有分流器 還有一個尾管 它等於某方面我覺得 有一點點把Stinger的這個元素 就是旗艦Stinger的元素融合在裡面 而且你看它還有後霧燈 很多小車它為了省成本 它連後霧燈乾脆就不給你了 但是你知道現在常常下雨 就是下著龐頭大雨 就是後車的視線也不好 那這時候呢 如果有一個後尾燈 你會覺得安全許多 你就會覺得比較安全 那接下來呢 我想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內裝 你其實打開車門 你把它關上 你不會覺得這是一台平價的小車 因為它的這台車呢 它除了有贏得紅點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還有IF設計大獎以外呢 你知道這台車它有44% 它是用AHS高鋼材 高鋼材性的鋼材打造 而且你在座倉的橙色上呢 它一樣會讓你覺得質感不差 說真的 因為包括這種悬浮式的中控台的 這個液晶顯示幕 然後雙元儀表 中間還有一個小的顯示幕 它還有恆溫空調的這些裝置 這些呢 過去你可能都要在比較貴的車 才會看到 但是Picanto的GT-Line 它一樣也有 而且重點是 為什麼我說小車 它不見得不安全 因為它有7具SRS的輔助氣囊 而且它還有AEB的緊急煞車輔助 就是當它偵測到前面 有障礙物跑出來 車輛或甚至行人的時候呢 它會主動的進行煞車輔助 就是避免讓你發生碰撞 而且它一樣在駕駛座的位置 它還有西部的輔助氣囊 然後鋸齒型的排檔感 我覺得算是很漂亮 而且小車在操控上它不會差 為什麼呢 因為它軸距短 它相對的會讓你比較靈巧的感覺 因為它的軸距只有2400mm 它是用前麥花呈後扭力量 但是你知道嗎 歐洲的車 很多小車喜歡用這樣的設計 就是當你在轉向的時候 因為它的車體 它的車體 因為我們這一台車 它是GT-Line 所以它也不重 它大概是一公噸左右的車重 那再配上它的動力表現 雖然你會覺得它的馬力數值 好像沒有特別的強 因為它是84匹 但是它可以營造16.7 每公升16.7公里的這種優異油耗 那你在開的時候 有時候你跑山路上山下海 它的動力不是特別大 但是它會讓你覺得順 但你在過彎的時候 扭力量因為它的受壓輪 因為慣性的關係 它會讓你覺得有一種車尾 有一點點外帶的感覺 所以相對的它可以輔助你的轉向 讓你在過彎的時候感覺變得更為靈巧 那再來就是這台車呢 它還有TVBB的彎道 就是彎道煞車分配 什麼是彎道煞車分配呢 就是譬如說我們在過彎的時候 好我舉例 譬如說你在過右彎的時候 你左側輪跟右側輪的輪數 本來就會不一樣 但是它有TVBB 它可以前置內側輪的輪數 你在轉向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的指向性 又變得更犀利更靈活 等於就是這一台小車 它能夠帶給你的這一種優勢 而且我相信很多買第一台 人生第一台車的朋友 你不管是買就是你喜歡的車 你只要是選擇Picanto的GT-Line 你可能沒有太多太豐富的駕駛經驗 但是開這一台車 你在都會穿梭的時候你沒有壓力 而且再來就是你在開的時候呢 它還有一個VSM就是它的動態穩定系統 是結合它方向盤的跺腳偵測功能 就是當你可能你的路線 路過彎的路線不對的時候 方向盤的轉向角度太大的時候呢 它也會提前的介入作動 就是避免你出現推頭或是造成失控 所以相對的它在乘坐的安全性上 它是比較高的 那再帶大家來看一下後座 就是以這麼一台小車呢 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個後座會不會很了效 我身高179公分 我體重79公斤 我現在坐在後座 前面是我的駕駛坐姿 那我現在坐在後座 我沒有辦法說它特別的寬敞 但是你看喔 我坐在後面 不會覺得有一種阿札的感覺 它的西部呢 其實大概還有半個拳頭的空間 但是頭部的空間就很高 如果以這樣的小車 你坐上四個大人 像我這樣體型的大人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台小車 你反而會覺得它的使用性很好 而且呢我們再走到後面 我們把尾門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台小車它還是有行李箱空間 它有255公升的行李箱空間 就對於上班族或是學生而言 你作為人生的第一台車 你會發現它的空間機能 其實還是很豐富的 尤其它的第二排座椅呢 具有六式分離的功能 所以你在使用上 你不會覺得在空間規劃上 你也會覺得很棒 而且你很多年輕人 他會出去野營或甚至去衝浪 你只要把座椅調整一下 它還能夠放上短板 所以這是這一台小車 大空間又安全 不會讓你覺得陽春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就是朋友們有什麼問題要問我的 好 我可以順便回答 好 那我們今天所在的位置呢 是KIA的北投直營展示店 那這個展示店呢 它其實離捷運站也很近 我覺得它有一個交通方便的優勢 因為它是大夜路的18號 那你知道大夜路其實很好找 對 路又寬 那你如果要坐捷運來呢 它離捷運站也不遠 所以有交通便利的優勢 那我們先來看看 朋友們有什麼問題要問我的 好 實際馬力只有85匹 其實不會啦 因為在性能的表現上呢 對 因為它就是一台小車 你沒有辦法去苛求它 但是如果你對性能真的很講究 旁邊有Stinger 還有其他車型可以選 那因為小車的功能性 並不在於它的性能 否則原廠就直接說 它做的是一台鋼炮就好 但是它有不錯的油耗表現 平均每公升16.7 好 對 60萬以內還有7具SRS 輔助氣囊跟AEB 對 算是這一台Picanto它的優勢 而且呢 我覺得KIA有一個部分 我覺得很棒也很貼心 就是它全車系都有試乘車 就是有些品牌 它可能沒有買那麼多試乘車 它當你譬如說 我舉例 你今天想要來試比較貴的 譬如Stinger的GT-Line 那它外面有一台試乘車可以讓你體驗 就是你可以藉由實際去試乘 然後來去感覺 好 Picanto的安全性比較 就像我剛才講的 它有包括AEB 7具SRS輔助氣囊 然後還有包括像TVBB 彎道煞車的分配 還有包括VSM 含方向盤輔助修正 等於這麼多電子輔助 主被動安全 再加上高剛性剛才44%的運用 這就是它的安全性 而且現在就是它還有低頭款2.2萬 每月就是月步7288元起 你就可以擁有 就是對年輕朋友而言 它是相對容易購買 而且養車比較沒有負擔的一台小型車 很適合人生的第一款車 好 那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告一個段落 祝福大家有一個美妙的午後時光 然後記得關注T-Cart試車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